12月7日 陈汉典以跳唱歌手身份 携个人首张EP亮相北京 两首歌曲《先不要和爱情有你》 主打复古情怀 对于跳唱歌手的标签 陈汉典有自己的独特定义 我就是跳唱歌手 因为市场上面的 我们要做就要做第一个 因为没有人自称是跳唱歌手 大家都是被封为唱跳唱跳 就是很会唱也很会跳 那事实上有些人他不是这么擅长唱 或者是跳 你懂意思吗 我懂 因为唱跳很难 很累 所以我们很诚实地面对自己 我是以跳为主 我是跳放在前面 我跳放在前面 那唱的部分呢 我们不是说不会唱 是说我们唱的部分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们每一次的表演 你都可以看到陈汉典 又往前了一步 所以大家会好奇说 陈汉典今天要进步到什么程度 既然是跳唱歌手 发布会上 陈汉典当然也要秀一下 自己的跳唱功力啦 不是要只看到别人 有大力的 就说了先不要 就说了先不要 先不要 不要说先不要 出道12年后 陈汉典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 想歌坛进军 自然也少不了老朋友们的鼎力相助 先不要MV中 蔡康永和小S重组康熙 与陈汉典一起为大家带来欢乐的回忆 他们两个都是坐在那个高脚椅 然后我就站在他们旁边 然后我会是在前面表演嘛 就是一直在那边 自己在那边跳唱 然后他们就开始亏我 说陈汉典 你还是退出演艺圈嘛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最后就说 先不要 先不要 那就是很 很以前的那个style 就是我们以前在康熙 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画面 然后又带到我的新歌 前后呼吁嘛 我的新歌就叫先不要 而爱情有你的MV 陈汉典则邀请侯佩岑组CP 说起这次合作 他竟然大呼自己和女神非常般配 因为你们一听到说 陈汉典跟侯佩岑 你们会觉得不可能 这是美女与野兽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认真的去看这个MV 你会发现 这个画面是毫无违和感的 我里面平良心讲 是有一点小帅的 有的 是有一点小帅的 因为我只要把我这个 说笑的这个 脸孔给收起来 事实上 还是会有一部分的人 是会觉得我有魅力的 事实上我长的是耐看的 只是有耐性的人不多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 这是已经听到的 还是有鬼吗 还是有团队 是 我